2023年4月4号 特朗普出庭应诉后 多个中文自媒体账号发贴文称 特朗普的儿子在纽约时代广场直播为父亲声援 贴文配有一段28秒左右的视频 视频中的人身着西装 正在一个繁华的广场上公开演讲 金发 深色西装 红色领带 在纽约广场上站着的这一位 至少从装扮上是集齐了特朗普的标志性的要素 那么外形上除了比特朗普年轻之外 好像也有点相似 那我们知道特朗普其实一共有三个儿子 大儿子小唐纳达特朗普今年是46岁 次子埃里克特朗普今年39岁 小儿子巴伦特朗普今年只有17岁 但从年龄上来说 纽约广场上这位更像是埃里克特朗普 那么特朗普的这三个儿子 对于自己的父亲的政治主张 和在这一次起诉案件当中的态度究竟是如何的 2023年4月3号 特朗普次子埃里克特朗普发帖表示 为特朗普感到骄傲 并配有一张与特朗普的合影 4月4号 出庭结束后的特朗普返回海湖庄园 并对数百名支持者进行了公开演讲 特朗普的家人也到场支持 其中包括长子和次子 但是没有小儿子巴伦的身影 4月6号 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表示 现在对特朗普的政治起诉正在撕裂美国 并呼吁民众签署一份情愿书帮助反击 而特朗普17岁的小儿子巴伦特朗普的最新公开露面 是在2022年7月 特朗普第一任妻子伊万娜特朗普的葬礼上 但是我们将以上三人 最近的公开露面形象 与视频中的人物进行了对比 视频中的人物形象 并未与其中任何一人成功对应 虽然特朗普的长子和次子 都表示过支持父亲 但是并没有资料显示 他们在时代广场上有公开的活动 那时代广场上这个人究竟是谁 难道这也是一段由AI合成的视频吗 我们继续来调查 我们将视频中的关键画面 进行了反向搜索 最终在短视频平台TikTok找到了此人 此人名叫Jason Scoop 其简介为喜剧演员 除了网传视频 我们在他发布的内容中 发现了多条他公开模仿特朗普的短视频 他在纽约时代广场 进行特朗普的模仿表演 询问民众会逮捕他 还是给他自由 这就是吧 现在我们回到这里 我们会让美国更加美好的 我们会让世界更加美一定 我们会让世界更加美好的 我们会让美国更加美 我们会让世界更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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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一位是个喜剧演员 他在时代广场上做的是模仿秀 那么网传的说法 称这是特朗普儿子在为父亲生缘 就肯定是假的了 从通河